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胆囊灾处以后给身体造成一些 生活上造成一些不便 在我们的胀气上遗留有后遗症的话 这是12级的资能 劳保的12级的资能 这个给您参考 我们回来继续刚刚的话题 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到医院去检查 检查常常都是被医生逼着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觉得 自己也不想面对那些状况 或者说自己觉得没什么 所以我们很简单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说自己的外观 或者自己感觉上有什么异样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怀疑 我们可能有胆结石 好 先 杨教授 在中医跟经络学上 常常会觉得说 在夏天又湿又热的时候 那么我们比较容易有这个湿疹 胆囊炎 胆结石 脊筋肝炎 受陷这个癌 子宫颈癌 包括阴道炎 腹瀉腹脏 这都在夏季 因为环境会影响到身体 又湿又热的 是 那我们只要能够注意到 这个湿热体质能够予以缓解 事实上这些病是能够预防的 湿热体质的特征是什么 湿热体质的特征 好 因为很多不知道这里是什么体质 对啊 好 好 湿热体质的特征 你的舌头是红的 舌头 那个舌台是黄色的 手掌也是红色的 比较温暖 容易有汗 头发 皮肤比较油腻 那个毛细孔比较粗大 头皮屑比较多 眼屎也容易多 身体这个发炎的状态 口干舌燥 口会发苦 然后身体的味道会重 这都是要注意的现象 这是其中一个还是每一种都有 都可能有 不一定要全部 但是如果有摩基种 各种排列组合 好 那刚刚杨教提到说 湿热体质的人可能比较容易 有胆结石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夏天也可能是一个诱发的季节 我不晓得如果以将来是你的经验 夏天的时候你看病 有比较多病人有这种问题吗 胆结石其实我个人的经验上说 其实它坦白讲它跟季节 没有说很明显的相关心 慢慢累积 因为它是一个长时间累积的东西 不过通常它是有一些诱发的因素 让它容易比较容易发作 比方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食物有关系 可能你吃了过多高油脂的 或者是说很多油炸这种东西 它会刺激这个胆囊的收缩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胆囊 它负责储存胆汁 然后在这个食物进入我们肠胃道以后 它会收缩 把胆汁挤出来来帮助消化食物的油 所以实际上这个高油脂的食物 就是一个诱发胆囊收缩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你胆里面有石头的时候 这个剧烈的胆囊收缩 常常会让这个胆结石会造成一些阻塞 那这个时候胆囊就会开始疼痛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疼痛的症状 所以说我们常见一些胆结石的症状 大概就是包含这些东西 大部分就是跟这个胆囊被胆结石阻塞 它的这个排空的出口所有关系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这个胆结石 胆囊它是在这个肝脏的下方 通常是在右上腹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饭后 假如产生一个持续的右上腹的疼痛 或者上腹痛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怀疑 你自己是不是有胆结石 那这个疼痛有时候可以持续很久 可能高达一到两个小时 那有时候有一些少数的人 他的疼痛会传到别的地方 比方说右边的肩胛骨的下方 右边的肩膀甚至下腹部 除了疼痛以外 常常在疼痛的时候会引发一些其他的症状 例如恶心呕吐甚至流冷汗 严重的造成一些感染的病人 甚至会发烧或者全身发冷发抖 这都是要注意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说这个疼痛过去了 您刚刚讲说可能要一两个小时甚至九点到六个小时 那忍过去了就好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有的人真的很能忍 然后忍过去了就不用看医生了吗 这倒其实是可能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会造成疼痛发作的病人 根据我们医学的研究的指出 他每年会造成这个胆囊发炎 胆管发炎 甚至这个胰脏发炎的机会 大概每年有一到三个百分比 也就是说一百个胆结石的患者 假如这一百个人都曾经在过去 有曾经有过这个肚子痛的现象 这些人他每年大概里面有一到三个患者 他可能在隔年的时候就会发作一个比较严重的胆囊炎 胆管炎甚至是胰脏发炎 这种现象都是有可能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 假如你曾经有过胆结石造成疼痛的状况 你还是尽数的就医 先给专业的医生做一个专业的完整的评估 然后再由于你的症状检查结果 抽血的报告来给你做一个意见来处理会比较好一点 有没有可能有人他真的有胆结石 可是一辈子都没有发作 一辈子他都不知道他有胆结石 当然有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重要 实际上我们刚刚讲胆结石的患者 到底有多少人会发作这些疼痛的现象 根据我们的研究大概一般来说 大概只有15%到25% 也就是差不多不到四分之一的患者 他这个是会有产生一些症状 大概75%的患者 可能中期医生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有胆结石 可能是在一些意外的健康检查 或者是一些公司的提供的一些健检项目 或者他照个X光刚好看到 他发现原来我有这个疾病这样子 所以有高达75%有胆结石的人 他可能一生都不自知 可是当我们胆囊里面有结石 只是因为他不痛 那我们就不管他 或者说就是要放着 对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 对 所以在自然医学 全世界的在推展 就是清肠胃净肝胆的方法 就认为说你平常要预防 那么你要做这个动作之前 有在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喝苹果汁 你喝一些酵素液 能够软化你的这个结石的鲜层物 然后在第七天的晚上 你就喝那个柠檬汁跟橄榄油的混合物 大概各150cc 然后你就躺下 躺在右边 然后夜里就会有一些东西排出来 那些东西在自然医学 他们认为就是体内累积的一些阻塞物质 你排掉之后 你就会觉得身体变得很轻松 那么你就会觉得好像如是重负的感觉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排出什么吗 好 这是排出来的东西 像这位先生他中风过 有糖尿病 三三肝月子高达329 他第一次就排出270公克 三个月之后第二次排出86公克 这些东西排出去之后 他的胰岛素 本来糖尿病 就医生决定可以减半了 然后他的血压用药也开始停药了 好 那杨教授提供这位先生的状况 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排出来的东西 我们叫固体 不一定是结实 排出来固体的东西 那我想我们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神奇 也很悬疑 我们休息回来 我们要后来请教张医师还有杨教授 对这样的东西或者这样的做法的意见 休息一会我们离开回来 未经许多远